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般预伤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并且以颜色作为区分 第一阶段为红色或者粉色 这代表刚刚受到撞击 此时皮肤下的微血管刚刚破裂 新鲜的血液从破裂的血管流到了皮肤组织 不过大约一天后 预伤会进入第二阶段变成蓝色或者紫色 这意味着血液氧气含量慢慢的流失了 以至血液颜色会不断变暗 到了第六天时 预伤将开始出现青色 这是因为红血球破裂以后会产生血红蛋白并且进行分解 而此时预合过程已经开始 当受伤后进入第七天 预伤开始变淡 出现淡黄色或者浅褐色 原因是大部分的血红蛋白已经分解完毕 变成了挡红素 而在这个最终阶段里 当身体清完苍鱼的细胞后 预精就会彻底消失了 通常 预伤在正常情况下都会自行痊愈 一般则需要至少七天左右 然而 如果想要让预伤快点消失 可以先用病敷皮肤表层 过后改用热敷伤处 以协助加速血液的流动 帮助预合的过程 无论如何 如果一个星期后 预期没有消失 颜色甚至还变深的话 就要去看医生 因为这个时候 可能不是单纯的预期 谢谢收看 我是Clement 更多的新闻资讯报导 请继续留守陪伴这里的TFM